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听 收看议会内外 我是刘慧卿 今天很高兴 我又再一次请到我以前立法会的同事 是自由党的党魁 亦都是纺绩界的功能组别议员 租国笔议员 Felix 多谢你 多谢卿姐 多谢卿姐又邀请我来 Felix 现在真的 我刚才和你的选民吃饭 真是很大件事 不单是你的界别大件事 整个香港都很不得了 Felix 又说 那怎么办 立法会怎么帮到我们香港市民 我的同事就不在了 你说你们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 帮到香港 那些东西通过得快一点 是不是很开心 没有了十几二十个人 有点不惯 怎样 平时炒炒闹闹 吵兵八糟的 用来扭着手去看看 现在忽然之间没有了 有点不惯 很静 那你很寂寞 寂寞是不寂寞的 唯有劲力一点 平时我们可能排队发问 最多问多一次 甚至有机会 有时候太多人问 没有机会问 现在很多时间给你们 你问完又问 所以做多些功课 做多些功夫 努力一点 很多人都说 又说中联办 是祝你们有些同事去摄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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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 全世界都在跌 是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1% 是吧 你真的看到全世界所有经济体系 都在招头 头云申气 是中国的经济体系搞定了 你如果做生意 好像刚才你说 和我的选民在一起 你除了做出口之外 你便做内销市场 就是卖回大陆 卖回大陆 现在大陆的消费力很强 你觉得有得做吗 做一定有得做的 市场是在的 不过模式和传统 我们做开欧美 日本市场会改变 要适应 尤其是你现在看到 中国全部用手机做人 所有消费全部用手机 交易用手机 上网用手机 这个模式在西方世界 现在都未成行 你要去做中学市场 便要适应这件事 重新学习 有些人未必想 如果不想 那些就是没有路走的 那你多个选择 你不想 有些人不想 便逼不到他 是吧 但是现在香港怎样呢 疫情又那么严重 有很多事情都会关闭 事实上的疫情相对其他地方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我当然是 但是现在又要封 那样又要关闭 那样又行 搞到市民就好像风声学雷 那样 这件事我觉得 特区政府有时候 我们都捉摸不到他们的 那个看法 那个想法 那当然 你现在每天 整百宗个案 当然要很小心处理 或者要将那个社交距离 或者劝香港市民 不要出街 但是你有些行业 他说得明 好像今早 特首都说得明 不关他们的事 也不是他们的防疫措施做得不好 不过我都要关闭他们的门 就是好像美容、按摩、瀅、 食肆也是 酒吧也是 那些都没有 那些不关他们的事 那都要关闭 他说不想人家聚集 不是 那问题是 你说一声很容易 人家要生活 要胡口 没有收饮 是吧 那怎么办 就是他可以 他整个屋都是钱 不是关闭 他堆着整个屋都是钱 你怎么办 那不是个个 好像他那样 整个屋都是钱 那是 就是手庭、口庭 那怎么办 你说 那不应该是这样 一刀切 就是有些是不应该关 那你哪些地方出事 你就针对那个地方 那你现在不是 哪些地方出事 你又 全部关闭 真的有些手庭、口庭 很可憐 他就说一旦有改变政策 就会补贴一下 就很精准地去补贴 上一次当然不精准 那些最有钱 他们都补贴了 那些超市 那些大的物业 那些全部补贴了 老实说 现在行行 衣食住行 有哪一行不辛苦 哪一行不给疫情影响 那死定 那不是个个都要精准 那不是个个都要精准 给你去补 但是你一补补一下 就补到没了钱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你们在立法会的弟弟 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那些市民觉得你们要搞 那你这个问题 有很多政策 是政府拿出来 我才有 例如好像最近 就是当然我知道 这个是很难做 做不到的 就是说全民检测 检测了七百多万市民之后 就可以清零 清零之后 哪些人呢 就将他们隔离 那你政府做不到 他做不到 不肯做 那怎么办 你有些同事都不同意 那事实上 根本是做不到的 就是 他说要全城 要禁足 不知道多少个礼拜 你怎样做 起码一个月 磨死了那些人 住劏房那些 你怎样禁足 这个数据是算得到的 你好像上次 这个自愿性去检测 百多万 一百七十八万 两个星期 那就是说呢 你要做完七百五十万 就要过半月 那你就是说 第一个做 去到最后的那个做 你过半月时间 你不可以第一个做 就让他四围走 那四围走 那就是没意思的 那就是说你要隔离香港 起码一个月 接过半月 那就是大家 如果愿意去这样做的话 那就可以试一下 但是我肯定 不会个个愿意做 当然不会愿意 又是手庭口庭 那谁给你买菜 谁给你去 那就是了 反而现在多了疫情 他现在在地铁站那里 开始派 那些人就自己去拿 一早那些医生 那些教授 都叫他放在地铁站 他又不肯做 要有人走多远去找 那就不去 有些人晚上七八点才下班 哪有得拿 即是他也不听人说 那他可能不信 他们转嫁 那他又找他们 又不信 你们立法会又不信 什么人都不信 最好笑的是 石禮謙问他 叫他不要忧心 有些市民不喜欢他 他说 我从来不管市民说什么 他真的亲口在立法会中说 你不知道 他在睡觉 我没有睡觉 他说 我从来不管市民 喜不喜欢什么 石禮謙说话 我很留心听 因为他每次都有一些精进 这个更精进 从来不管香港人怎么想 那你说死得了 有些人说明年 明年选举都没得选 你是不是想到明年都会取消 应该不会吧 今年就因为疫情 但是明年 因为现在有疫苗 疫苗 疫苗好像我们排到明年年中 或者年尾才有 我今天听到许雪昌教授在电台说 许雪昌教授就说 所有香港人都打光 你现在严格来说 你英国开始打了 那你苏联又有 俄罗斯 俄罗斯又有 俄罗斯又有 美国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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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准的 有些人对他的政府有信心 哈哈 对他的医疗有信心 那你猜我们什么时候会好呢 明年年中 一年 一后年 理论上呢 我第二季了 已经熬了六七个月了 哇 你说有多少家要收拾呢 六七个月 那些公司是什么呢 就是停薪留职 或者放无薪假 他根本就没炒到 理论上没炒到那个人 但是那个人根本就没有收入 就当失业 那里就不入货 那里起码呢 我相信都三五七万人 你只是旅游业 已经全部是这样 旅游业任他说 都说有二十几万重业员 是不是 真是惨 加上去 12%都有 那个失业率 那你说怎样 其实立法会 照我知 就是同意 做一些失业的援助 是的 我们都支持 自由党都支持 你说政府不肯 这个罗志刚 真是离谱 喂 你全党有 喂 大哥 你认识他 我认识他 我不是跟他 我跟他不熟 我跟田北辰 那时候 我跟他一点都不熟 喂 真是很离谱 你立法会有人反对 又不做 立法会有些反对 他强硬要做 立法会一齐同意 都不肯做 那这个是什么政府 现在这群人 如你所说 分分钟十二十三 或者十五 百分之十五 就是失业 那又怎样 罗志刚说 喂 你们去拿失业众援 那个门栏好吗 很多人都不合资格拿 哦 你叫他交完卡数 交完便可以拿 就是我 你都会笑 你说多凉薄 这段时间本身没有卡数 都轮到有卡数 喂 你说多凉薄 喂 那怎样可以 真是 你们都同意 你们都不找办法夹到政府做 那他不肯做 你怎样夹他 那你就出些方法 有很多东西要你通过 那些东西 又没有枪又没有炮 你有票 傻仔 有票 喂 喂 喂 我不是说叫你学别人拉布 总之 你拿这么多人来 我就要这样 如果你这样不给我 你这几样你都挺难 不过你们个个就不敢做 如果一做就中联办来找你 这个不是够不够胆做的问题 这个你不要以为 建制派就只有一个建制派 建制派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政党 一样的光谱很阔 好像泛民那样的光谱很阔 一样很阔 你这个建制派制 那个建制派未必制 那就是你们制 大家都未必有一个共识 所以有一个共识 就是叫他 帮下一些失业的人士 但是他不肯帮 你们要夹他 你们就没有共识了 你要有一个夹他的共识政策 没有一个政策 我们有共识去夹他 那你们怎样做事 真的 不要只是说这一样 那你现在政府说是行政主导 因为他主导了 那你就死了 那你们是废物来的 人家主导了 那不用你了 我弄了几张木凳 支持 举手搞定 不用你了 那又没去到股掌通过 这个事情 这个要是什么 人民带会堂 这段时间也有东西夹到 例如 你例如好像公务员 他不断开位 他不断开位 你知道他开了多少位 几十个 你都知道 全是高级的 全是二十多万 如果不是 都不用来立法会 如果其他那些 那起码利益夹着 全部都没有了 我没有预计 特首在施政报告的时候 全部都停了 因为我们见到他那时候 他还没有任何的承诺 那就是夹得了 那起码 就是证明 他知道如果不够票的东西 他会缩 这个便很重要 所以 虽然那样东西 他肯拿出来 但他现在 他现在没有那些东西 拿出来 可以令到他 肯和我们交换 这个所谓失业的纵援 是吗 没有 他哪有东西拿来立法会 他没有东西拿来 立法会 立法会现在基本上 都不用做事 半庭摆 差不多 半庭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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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开工 大家省了些钱 那你开来做什么 每天开会三个小时 没有啊 你现在这样的情况 你立法会 最主要是什么 最主要就是立法会秘书处 他们都 就是一半上班 一半不上班 他又学了公务员 是 那你变了 你有一部分人不在 在这儿呢 你是很难做事的 你知道啦 你靠Zoom 整天都 所以有一些东西 根本是 你变了 你不是每个人坐定定在做事 有很多东西是做不到的 所以现在他的公务员 再加工作 也确实做不到 是做不到的 那就真是惨了 你们半庭摆 政府大半庭摆 香港的庭摆 真的 为什么失业率 超过百分之二十三十 去不到的 十一二 应该是怎么都到的 那就真是很大 你这些是隐藏数字 根本现在是六点四 唉 现在又说有个新政党出来 挑战你们 有没有人邀请你加入 没有 紫荊党 紫荊党 都不知道是什么 为什么还不知道 你认识他们的名字 不认识 不认识 我们都是看传媒报道 是吗 很明显很不满你们 否则都不会出新东西 他觉得他们更精英 合法那些金融机构的高层 超高层 肯定已经找到很多不忧 不忧 你知道很多人不忧 就要搞政治 是吗 有没有得搞呢 阿田北俊好像说没得搞 我不懂 我不懂 他们都没正式出现 是吧 但是当然他们讲的那种理念 我觉得是挺难做得到的 第一 他是想两院制 你先改基本法 不过都可以改的 你怎会那么容易改 当然要改都可以改 他说不行 他现在不改 他现在只是解释都不解释 他自己有个决定 那就是改了的了 那他们怎么都要出来参选的 他说要努力整 他是常院 就是林鄭毁任的 你要改到之后才是这样 你没改到之前 一个政党都要出来参选的 那你老实说 你这么容易 你分两种 高雄荣组别地区直选 你地区直选 你没有基础 你猜这么容易做到 你最清楚 那你高雄荣组别 你最多他拿就是金融界 他是金融界的 他几个都是金融界 最多拿了金融界 或者是银行界 这两个给他多一个保险 就是三个 那你有鬼用吗 还有最重要 你下一届 即是说明年有选举 他都未被得到 再是四年后才 哎 真是 那你真是看一看 那别人有这么大的志向 就不会潑人冷水 不过是否这么简单 这么容易 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 那民主派你又怎么看呢 Felix 民主派 当然我觉得很失望 这段时间 为什么失望呢 第一 我觉得不应该总辞 就是给他这样做四个就算了 喂 你多 就是早两个月 做这么多功夫 又做民调 当然这个民调是五十五十 就是四十几对四十几 叫你留 叫你不留 那你作出一个政治的决定 去留 不用两个月 又不做了 喂 喂 那你有没有跟你那些选民交代 就是支持你留的那些选民 有没有跟人交代 或者问一句 没有 是吧 唉 但是 你现在的议会 就是全世界没有一个议会 是没有一些反对声音的 是一定有的 是吧 那现在没有了 那你还说很清静 是很清静 但是你问我你民主派 我就觉得这个决定是不致 那怎么呢 明年 就是引申到明年的问题 你们说不玩 就是因为现在的制度改变了 不公平之而此类 你们的说法 不是 你无端端炒四个 明年 可能的环境一模一样 政治生态环境一模一样 就是如果你用这个说法 说不玩的 那为什么明年 政治生态环境没有变的时候 你又玩呢 那他们都会谈的 我相信 是吧 那当然你可以找第二个理由 是吧 到时候环境又不同了 社会情况又不同了 情况又不同了 那时候你可以继续 那我参加回来 那些选民就会问 喂 那我选你进去的时候 那时候就叫你发声 代表我们那个界别 那个组别发声的嘛 你啪啪啰 有些人走了 那你跟着 那你这样 你不用担心 因为那些选民 就一定会计数的 是 他也会跟你算账 那你去得选 如果选民真的不认同你做的事 那他一定不选你 这个没问题 但是你都说得对 就是在很多地方的议会 都有反对声音的嘛 你都多与少 是的 那你是否预期将来都没有反对声音 反对声音是一定有的 不过反对声音的程度去到哪里 如果你们泛民的 或者有些人叫他们反对派的 声音当然强烈很多的 反对 那我们现在建制都有反对声音 现在是表露出来的 只不过反对声音 就与你们那种反对声音是有分别的 正如 作为人根本段的话 例子是公务员开会 是反对声音来的 才使他们开不了 最特别的 你们要留意一下 就算上周的财委会 通過《明日大遇》的前期研究方案 裡面建制派有人做37A 他只是做戲 做了多久 有 你很特別 有一條是陳恒芬提出來的 是18對18 我不理會說什麼 18反對18支持 是建制派裡面 是 是不是 主席就 就是建制派人 通過不了 亦有陳恒芬的通過 是何俊賢的通過不了 是吧 18對18 是 何俊賢的18對18 即是說戲 民建議員 不是 謝偉俊又做一個 謝偉俊最喜歡做戲 通過得到 田北辰又做一個 又通過不了 是吧 但這些我們沒有合作的 沒有合作的 通不通得過都沒有什麼 無關雲似 不是 意思是告訴你 建制派裡面都不是只有一個聲音 總之誰提出來就全部通過 這個呢 這個我只不過解釋給你聽 是有反對聲音的 你可能是對 中議員 但我又不會覺得市民說 因為他們都有不同的聲音 所以他就真是很代表到我們市民 那你始終呢 我們現在留在這裏 雖然是建制派 可能那個 市民投票的票數沒有範圍那麼多 但都有一堆市民 支持我們 那一定有一堆的 那你就是代表那堆市民 那我們有很多 那大堆沒有人代表 但為何是你們的代表都放棄了 但那個形勢是很差的 形勢差的 你無端端叫那四個人走 你真的有沒有搞錯 你八月那時還說全部留下 然後他們在國里一月又叫人走 一時一讓 真的很過份 你說是嗎 那時林鄭自己出來講的 她說應該全部都過渡 就是了 沒理由不讓他們過鏡 又出來又說不符合政治倫理 甚麼都是你講了 過渡日你講不符合政治倫理 你講那怎麼搞 是有些不對的 不過現實就是這樣 喂 你不要整天 甚麼現實都要接受了才行 你有時要去抗衡一下 是不是 哇 你一現實 我都接受了 那就死定了 那那個接受是你們不接受 你們做一下公道 你們都不應該接受 雖然你未必是立刻影響到你 你說 哇 這樣都可以 喂 不是很公道 不應該這樣做 所以人大常委是他有這樣的法定權力 亦有他的權力去做這件事 在那個法理上他是沒有錯的 但是是不是合情合理這樣做事 真是 合情合理就看看你站在哪個角度 你看看你了 喂 現在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聽到就是拘捕人 早上都拘捕人 那樣子的了 很多市民就真的很頂不住 你好像 唉 唉 今天拘捕的人就說今年七一 是不是非法集會 那是不是非法集會 如果大家信香港的司法制度 信香港的官員的時候 就到時拿上個角度 看看那些官員怎麼判 喂 你說起判的肥佬黎 雖然說他拘捕什麼有事 喂 立刻不讓他放溫出來 要等到明年四月 怎麼搞的 都沒判到罪 就立刻可以這麼多個月 上海仔回來 就老兩年多回來 又可以放出去 那市民問我 我都不懂 為什麼呢 這些你等他們去 等誰叫他們 等你們 由你們又他們 律師團隊去處理 我們就很難判斷 什麼叫對什麼叫不對 那實在香港還有沒有法治呢 我們司法是不是獨立呢 這樣搞法 司法獨立我相信對商界很重要 我現在還是很相信香港的法治 香港的司法獨立 我還很相信那些官員 尤其是為什麼呢 你就是因為有些官判的決定 有些建制不喜歡 有些官判的決定 你泛民不喜歡 那就是對的 你這樣才是 兩邊都有了 都有的嘛 你最多就說 哇 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 但是很多時候 不要說你只是說那兩個例子 有些人看那些判詞 你要看完那個判詞 才知道裏面的內容 是對的 官判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但是有很多時候 大眾只看傳媒的heading 傳媒的heading說 他判了多少 這樣就不對了 不公平了 為什麼你放生他 為什麼這個人不放生 那樣你都要抓 你都沒有看細節 我們一般人沒有看細節 大部份都沒有看 所以就對官判很不公平 即是你現在還有信心 有信心 因為你最近 如果不知 你有沒有看英國政府 那個半年出一次的香港報告 有 有 有 那他報告裏面就沒有說 因為他的報告就是 頭那六個月 但是外相南韜文 就是有一個前言 他就提到 他是跟他們中審法院的法國談 因為他會討論 不叫他們不要來 就是他會討論 我覺得這個 如果他們這樣做 就更加傷害香港的法治 他們明白的 這個他知道的 如果你又說要保護香港 又說要保障香港 又要保障人權法治 你自己都去破壞這件事 為什麼他不來會損害法治 香港那個法治的認受性這麼高 就是因為香港夠國際化 是不是呢 還有你現在信 就是做生意好 一般市民都信香港的官 或者那個制度可以有這個 Apple的制度的話 即是上訴 上訴的制度的話 就是因為你高院就一個 上訴庭三個 中審庭五個 五個裏面就有一些外籍法官 就用一個國際的視野去看那件事 那件事對還是不對 以及會引用一些國際的案例 去看類似的東西 這個就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司法制度的好處 為什麼香港 現在我不知道排名 司法排名去到全世界排第16 高於你美國 就是因為這樣的制度 如果你說拔走了那些國際的法官的話 那你全部用回自己的 謝偉俊叫你找一些南非 不知道在哪裡 沒有所謂的 總之你是普通法的法官 而在那個國際的認受性 有回到那些 江湖地位的話 哪裡都可以歡迎 不一定只是英國 澳洲 加拿大 那你南非都是普通法 如果他們也有一個 很有世界認受性的官來坐在那裡的話 你對香港是百利無一害的 你都怕看到他為什麼要這樣說 他不是說 我想你香港死 而是他說如果香港 即他從他們的角度是沒有法治 司法不獨立 那他們就不會用我們俗語說 你香港就做你的遮醜保 因為好像你說的 我動了幾個法官 在那裡 人家說國際 很尊敬 但原來打開什麼都沒有 那我還留在那裡 跟你有得分嗎 但你又看回最終那件案 如果真的去到終審庭 那些官員坐在那裡 他的判詞 那些人不會看他的判詞 那些判詞是公道公平公開的 又公正的 他怎知道是醜的 難道你叫那些國際的官員 幫你歪曲那個 你講得很對 Felix 他就是講 他說現在還不是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都未曾有一宗案 因為他們其實英國最慶幸就是國安法 他亦都因為這樣 所以他給香港人可以下個月申請 拿個簽證去英國住 所以他說現在暫時 都未曾有一件屬於國安法的案 是上到終審法院 因為他的外國法官是在終審法院 所以上到去的時候 對他來說就是一個考驗 你也知道那些審國安法的法官 是林鄭 余蓉的 你猜會不會有外國的法官在那個名單 就看看 那到時沒有 你說上到去 一個外國法官都沒有 你理論上所有法官都是特首委任的 那個又怎會痛呢 那你又不可以這麼快就有一個定案 你就看幾宗案真的去到 現在肥仔麗那宗案都是他委任的 那一定是的 那你馬道立人去委任 那宗案的肥仔麗那宗案不是國安法來的 都要找一個委任的法官去審 然後就不讓肥仔麗出來這麼多個月 他肥仔麗那些律師團隊就去看 你又突然間對那些團隊這麼有信心 那為什麼沒有呢 其實你知不知道 今天肥仔麗生日啊 今天 喂 Jimmy 祝你生日快樂 你說多慘啊 現在困住在這裡 不會很快樂 如果你說香港的法治不保 就是司法獨立不保 那我相信什麼金融啊 什麼商業啊 城市都很大劑 如果香港真的去到這步 一定會有影響的 不過老實講 就是自己做生意都是這樣說的 生意人是市賄賂 哪裡有錢賺 賺到吃 他都自然去的 就是我跟外國很多 就是外國的政客也好 領事也好 這段時間都內中談一談 我說喂 如果你們對中國這麼多評擊 對中國這麼沒有信心 為什麼這麼多你們的商家佬 直接進中國做生意 是不是 不只是來香港 直接去中國 在中國投資做生意 你對中國的制度這麼沒有信心 又說人權這樣那樣 哇 你全世界有多少大的跨國企業 都在中國有總部 有生意 是不是 你好像最近 我經常都拿這個做例子 Tesla 電動車 電動車 是不是 Elon Musk 他在上海開了一間超級大的工廠 汽車生產工廠 為什麼不在美國生產 你知不知他在中國在上海開了這間廠 開始生產 開始運貨去歐洲 他的股價升幾倍 現在全球第三有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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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生意人就是這樣 他管你誰 這樣又不是 是不是 他算過條數 找到他就去 是不是 他不管你什麼制度 什麼的政權 不是 現在就算歐盟都開始談 生意是大家明白要做 不過他說我們自己國家 都有其他的價值觀 價值觀 如果是很離譜的 他說我們就要想 德國也是這樣說 剛剛德國上個星期 默克爾 跟習主席通過電話 先在大家在談 歐盟和中國的自由貿易協議 是 你有價值觀 大家有價值觀 貿易協議無重要 你就跟 大家就跟國際的規矩 你不跟就不要玩 那你現在中國跟國際規矩 當然不跟 大哥 如果跟就不要搞那麼多事 老實說 尤其是 不要說政治那些 不是政治是什麼 人權法治那些當然是政治的 只是說 這個自由貿易協議 就是做生意 剛剛中國 他牽頭的那個RCEP 我也很驚訝 日本 南韓 澳洲 紐西蘭 都簽了 澳洲 紐西蘭 南韓 一直以往是美國的盟友 美國就是利用他們 這樣圍堵中國 圍堵中國 現在都簽了做貿易協議 你看看 美國不是簽這條件 美國簽之前的那個TPP 總之 我們當然很稀 我從來都不反對人做生意 但我亦都希望所有做生意的人 都要大家都是尊重人權 法治 自由 人身安全 你去賺幾億萬 這些是沒有問題 你有本事 但就不要 如果是滿手鮮血 或者什麼的錢 都賺 那就真的不懂得說了 這個當然不會 不值得去做 也不應該去做 我們明天再有什麼事 找一下中議員 因為他的選民說他是神 看看神有辦法做到事 多謝Pheelix 多謝 多謝 拜拜 拜拜